第583章 我是你的福浅 小说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四个人的中午饭是在饭店解决的 随后又在市区逗留了一阵子 在此期间 江晴接到了秦子昂老爹的电话 问他是不是放假回来了 还说要请他吃个饭 新城区的万众商城已经建成了 秦子昂的老爹 借由和政府合作的机会 又顺势接了几个大项目 资产也算是翻了两番 对于江晴给开的绿灯 他一直感激到现在 但是江晴觉得 回家的第一顿饭 还是要一家四口一起吃才行 缺了谁都不行 尤其是他这个当儿子的 不在场的话 爸妈得多难过 生活嘛 虽然枯燥 但某些事还是要追求仪式感的 秦雄伟听完后表示了理解 希望等江晴忙完再约 等到傍晚时分 缘友情刚刚回到家 还没进门 就遇到了六婶 二叔 三大爷 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地 纷纷夸赞他们家男叔 把中午来送礼物的事情说了好久 这些都是男叔送的吗 是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懂事的儿媳妇 这是福气啊 你看我家那个 话都懒得跟我说 也不知道欠了那小祖宗什么 缘友情乐的嘴角难压 这俩孩子都没告诉我 三大爷抽着烟开口 结婚的事情 该定的也得定了 你们等等啊 我把男叔叫出来 半个小时之后 天色都已经黑下来了 江晴正坐在客厅 面无表情地换着台 江正红也是刚刚下班 一边喝茶 肚子一边咕咕作响 父子俩对视一眼 最后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然后去厨房 一人搞了一桶红烧牛肉面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去秦兄伟安排的饭局了 听说连服务员都是穿旗袍的 女人都是这样的 一聊起来就没完了 先垫吧垫吧 反正他们也没吃 回来肯定还是要做饭的 江晴刺溜着方便面 这不是 我想要的仪式感 我这么大宝贝儿子放假回家 没个八菜一汤 我可不答应 江正红也突入着面条 伸手把电视换到了新闻节目上 等会儿就有八菜一汤了 我要点名吃红烧肉 等你妈回来 我就让她做 放心吧儿子 在这个家里 我才是当家做主的那个 江正红低头突入着面条 此时忍不住眉心一皱 心说叙利亚局势 怎么又加剧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 袁友琴终于带着冯南叔回来 母女俩一个比一个愉悦 不过 两个人的愉悦方式是不同的 袁友琴属于喜新鱼色 嘴角不断扬起 冯南叔还是一脸呆呆的样子 但眼睛明媚而闪亮 眼见着江晴盯着他 小富婆在换鞋的过程中 还做了个哥哥的嘴型 江晴见状咳嗽一声 妈 晚上吃点什么呀 我点名红烧肉啊 一定要有这个 你们怎么还没吃啊 我们在六婶那里都吃了 袁友琴沉默了一下 昨晚的剩菜好像还有呢 我去热一热 仪式感 一家四口缺谁都不行 尤其是我这个当儿子的 江晴转头看向江振宏 希望老爹给自己主持公道 江振宏摆出一副当家做主的样子开口 剩菜也很好 我最喜欢吃剩菜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刚才说什么 你说 你才是当家做主的那个 有部分事情是需要当家做主的 比如 我和你妈意见相同的事 基本都听我的 但我和你妈意见不同的事 就都听她的 江晴脸都黑了 坐在沙发上狠狠生气 但冯南叔很快换了自己的小花棉袄就出来了 坐在他对面看着他 把他的气看消了一半 但是他还是很想继续生气的 最好的气一晚上 让原有秦女士的良心受到谴责 小富婆 你们聊什么 叔叔婶婶 他们都夸我是董事的好朋友 还说 有我是你的福气 冯南叔在说福气两个字的时候 表情十分可爱 江晴眯起眼睛 你确定 他们说的 不是董事的儿媳妇什么的 冯南叔也眯起眼睛 说的是好朋友 江晴感觉自己 被骗了但是没有证据 于是沉默了一会儿 走进了厨房 妈 你们聊什么 聊了这么久 全小区都在夸南叔啊 夸了什么啊 我听听 符不符合事实 江晴伸手从阳台 薅了一颗葱 随手包了两下 假装随意地问道 袁友情刚要开口 忽然又抿住了嘴 儿子 你是不是也很想听别人夸南叔啊 我跟你说啊 你老妈我也是 听别人夸她我就开心 我不是啊 我就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 哦 这样吧 你要是帮我把这个锅刷了 我就告诉你 他们是怎么评价说的 江晴气急败坏 我红烧肉没吃上 还得帮忙刷过锅 用哪个刷肘 袁友情指了指刷肘的方向 然后把刚才亲朋好友 邻里街坊 夸逢南叔的那些话 又说了一遍 什么没见过这么懂事的儿媳妇 还说不结婚 也得先订婚 江晴嘴角难压 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江晴 你剩饭也别想吃了 饭菜很快就上桌了 但并不是剩菜 虽然没有八菜一汤这么夸张 可还是凑了四个菜出来 事实上 袁友情知道他们俩今天会回来 昨晚就把菜买好了 做起来并不麻烦 辣椒炒肉 南叔爱吃的 谁煮虾 南叔爱吃的 萝卜炖牛腩 这个比较费时间 也是南叔爱吃的 最后这道菜 老咸菜根 江晴爱吃的 冯南叔虽然不饿 但还是跟着吃了很久 主要是喜欢黏着江晴 也喜欢一家四口 一起吃饭氛围 然后 看向手腕上的传家宝 偷偷在桌子下 晃个不停 这么宝贝的镯子 磕碎了 应该会哭很久吧 江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忽然很想惹他 冯南叔听到之后 果然晃了一下 把江家的传家宝 紧紧地护住 随后的两天时间 江晴正式过上了 窝在家里的好日子 白天处理一下日常的审批 偶尔会带着冯南叔 去跟郭子航 和杨树安出门溜达 中间去看了一场 贺岁荡的电影 内容记不住了 但清晰地记得 小富婆的眼神有多亮 这样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16号 江晴动身 前往户上 马上过年了 拼团最近正在做 年货节的促销 各大商圈 也在积极配合 推出了各种各样的 优惠活动 拼团的严选的销量 猛增了不少 到电业务 也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就连喜汉和亲的 战略合作商圈 每天都有着 接待不完的消费者 除了线上销售之外 拼团供应链的赚钱能力 也是可怕的一批 逐渐显露出了 江晴的战略眼光 有多么毒辣 商品经过流通 加工 价格自然就会上涨 就比如 拿半个西瓜出来 切开装进盒子里 有时候卖的 比一整个都贵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拼团供应链 从源头直采 较由商户加工 最后由平台售出 在这个几乎 没有对手的市场内 一套组合权下来 几乎没留下 任何一点估钱 针对签约 拼团供应链的商户 年货节期间 我们平台抽成 从10%下调到9% 一方面可以鼓励商户签约 另一方面也是冲击销量 另外 各大业务链之间 可以多做联动 到店服务的消费 赠送每日特惠的贷金券 每日特惠 可以赠送拼团严选的折扣券 江晴是下午三点到的机场 然后就开始带人到处视察 首先是户上这边的 供应链仓库 接着就是拼团的户上分布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重点商圈的营销现场 谭青现在也有自己的秘书了 在江晴叨叨的时候 秘书一直在不断地做记录 等到腊月25 我们再搞一次抢券活动 这是拼团在统一市场后的第一个年货节 销量做得亮眼一些 宣传方面 可以花钱赞助几个卫视晚会 还有之前抢市场的时候 玩的那个游览车策略 也可以继续使用 谭青点点头 好的老板 江晴伸了个懒腰 失去了大众点评这个好伙伴 中午吃饭 我都不知道怎么吃了 可以点外卖啊 老板 有道理 江晴择了一声 快点餐 已经开始在户上展业了 谭青伸手指了指 对面的公交站牌 老板您看 那就是快点餐的线下广告 乐乐不什么反应 暂时没反应 他们现在的业务重点 好像都放在了周边城市 本章完 第584章 点外卖点了个工作 小说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户上是饿了不得总站 他们的业务 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做的 随着第一笔投资的到位 他们的业务区 已经开始向外铺开 精灵 航程的点餐业务 逐渐成熟 而快点餐 则建立起京都的业务链之后 直接进驻到了户上 两个最为因资蓬发的点餐软件 一瞬间就干到了一起 目前的户上 有饿了不的地方 就有快点餐 有快点餐 就有饿了不 两家并争 烧钱的味道逐渐开始浓烈了起来 饿了不把钱砸在了后台优化和技术开发上 体量增速是没快点餐这么猛的 再加上他们第一轮拿到的投资比快点餐少 所以很容易就被快点餐打开了市场 消费者也不清楚怎么回事的 只觉得今天的外卖好像比昨天便宜了不少 此时的江琴已经回到了分布 很快就下好饿了不喝快点餐 第一顿打算用外卖解决 然后他就很顺利的注册成为了一名饿了不起手 这他妈的 有点意思啊 谭青凑过去看了一眼 老板 您是深入敌军阵营 摸清对方的运营模式吗 江琴嘴角一抽 我只是想点个外卖 哎 您看你看 您接到订单了呀 好家伙 真是不把我当外人啊 我就想点个饭而已 还他妈找了份工作 江琴退了送餐界面 直接到主页乱点一通 随后又进入到了快点餐的界面 怎么说呢 快点餐界面要比饿了不更加直观 更加清晰 而且分类更多 他们的老板习中文 毕竟是做了两年电话订餐了 对于外卖客户的痛点很清晰 这个特点也就反馈到了他们的点餐页面上 不过 在配送速度上 快点餐就完全没办法 和饿了不比了 江琴在饿了不点了饭 在快点餐点了奶茶 饿了不在20分钟之内就送达了 但快点餐用了差不多45分钟 关键问题是 这家饭店的位置和奶茶店的位置几乎在同一个商圈 距离江琴所在位置也比较近 快点餐虽然棋手少 在接单环节浪费了10分钟 但怎么说也该在30分钟以内才是 那也就是说快点餐的派单效率 接单速度等等都不如饿了不 江琴觉得快点餐会在这个地方吃了大亏 快点餐也太慢了 但是便宜 江琴拆开筷子递给谭青 又把叶子清 关身 还有马玉宝 杨帅他们一起叫了过来 谭青一边开带一边开口 速度跟不上 就靠着烧钱来吸引客户了 快点餐来得太猛了 刚把京都市场做起来 就来抢饿了布的地盘 肯定是被有心之人忽悠了 老板 这不是被你忽悠的吗 江琴眉毛一粒 胡说 我和快点餐的老板都不认识 马玉宝伸手抓了一把花生 可是飞宇说 你每天在宿舍里写小作文 引导外卖市场走向竞争 加速市场的成长 我写我的 他们可以不信啊 但是 您写的每个文章都会成为头条推送 谁看了不慌 我看了就不慌 此时 叶子清和关身对视了一眼 忽然联想到了随心团初创时期 当时也是急哄哄地冲向了户上 结果被干得渣都不剩了 现在看到快点餐 如此急切地掀起了混战 顿时替他们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做生意 抢占先机 不是对的吗 是对的 但要分阶段 江琴看向叶子清和关身 野蛮生长时期 大部分平台的都在养市场养用户 但你养出来的 未必就是你的 等到市场差不多成熟了 你所养出来的市场和用户 很可能会被别人整合过去 关身忍不住往前探头 那怎么样的才算先机 拿拼团举例 你第一个为用户提供地图服务 第一个与第三方支付合作 第一个退还过期券 这也许才叫先机吧 叶子清听过后 思绪忍不住回到了两年前 当初 拼团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实是国内最成熟的团购平台 随心团如果不是超了拼团的模式 可能在户上都停不了那么久 他们当时一直对江琴的隐忍不发感到疑惑 此时看到外卖行业像团购一样起步 才能感受到那种背后布局的重要性 原来在江琴这种级别的思维当中 一股脑涌入市场的那些 都成为了为别人做嫁衣的开拓者 紫青学姐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学姐的执行能力很强 在整个下沉市场 她负责的几个城市 都是效率最高的 紫青学姐不适合领路 但确实适合做执行者 吃了顿不算上午 也不算下午的饭之后 江琴和谭琴聊了聊 然后就去汉堡黄那边看了一下 见到了不少骑手排队取餐 然后就打电话给了蔚蓝了 林川商帮第八批的战略合作伙伴正在筛选 江琴建议她将侧重点放在汉堡黄 扬积这种快餐品牌上 说不定乘着这股风 还能养出不少知名品牌 比如什么饭 什么鸡排 什么早餐 什么包子 后世的外卖行业 虽然辐射到了无数种类 总有那么几个品牌 线下可能业务不多 但线上却可以称王称霸 而在随后的几天里 江琴则一直待在 烫拼团总部的建设工地上 而何一军亲自陪同 一边和他在现有图纸的基础上 讨论着规划 一边把工地的钢筋 盯得死死的 老何 你是真没出现 我缺你那两根钢筋吗 你不是也不抽烟 江琴愣了一下 所以呢 何一军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可你刚才在我办公室喝茶的时候 顺走了我的打火机 去考察项目工地 对图纸进行讨论修改 光这件事就花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在这两天时间里 江琴差不多顿顿外卖 有种恍如从前的感觉 想当初升漂 他也是对外卖爱的如此深沉 当然了 江琴也发现了目前外卖行业的不足 比如预估的配送时间 根本和送达时间对不上 还有售后客服的回应速度慢的惊人 以及投诉端口 总是显示网络异常 对于刚刚成长的外卖行业来说 这应该只算是小问题 但确实很影响用户体验 江琴把自己的体验结果 编辑成短信 发给了苏奈 让他手下的拼团外卖APP团队多多注意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江琴 你的手机怎么老实想呢 没事 饿了不用让我去送外卖了 不送还要罚我钱 江琴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饿了不起手后台提示他 多次不接单罚款200元 什么都没干 先罚我200元 有意思 这也是外卖行业 刚刚发展起来的乱象之一吧 虽然饿了不给的配送费着实高 但这个所谓的惩罚 也是很嚣张啊 江琴关掉后台通知 刚要把手机放下 结果就手机就一阵颤抖 老板 糯米网开始做外卖业务了 什么时候 就是这几天 京都分战的姚经理 今天上班的时候 忽然在街上看到了他们的广告 就打电话给我了 江琴嗡了一声 放下手机 快点餐真惨 刚跑到户上要作恶了步 结果还没站稳 京都就被偷了 不过这是好事 因为战火已经燃起了 这对整个的行业成长 都是有利的 相信再过不久 外卖配送员 就能真正成为一个 这儿八斤的职业 人数也会急剧增多 不签劳务合同 还不给买保险 那他妈不全都是我的 但最让江琴觉得惊喜的是 Bet三大巨头之中 终于有一家开始尝试进场了 这是快速发展的好兆头 自从团购大战结束之后 各家团购网的下场都不太一样 拼团加冕成黄 拉手分崩离析 大众点评苦手仅有的业务区 而糯米网似乎是最幸运的败者 被百度全资收购 说实话 Bet这两年 AT的势头越来越猛 主要就是因为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电商 支付 金融 社交 游戏 娱乐 腾讯与阿里巴巴不断出手投资并购 扩展生态链 寻找产业增长点 取得的效果还算不俗 但百度在这方面就很难受了 谦谦静听 PPS 91助手 纵横文学 所有的产业 虽然都在各自的领域里 占据一席之地 但也都越做越黄 克制不住地走向下坡 归根究底 就是因为百度的变现能力太差 而且变现渠道太窄 他低价收购了重伤不治的糯米网 其实就是不想放弃本地生活领域 这个庞大的市场 还想继续试试 而现在 外卖行业忽然就炒火了 他也开始耐不住寂寞 糯米手里本来就有丰富的商户资源 借助这个渠道 他们打算尝试外卖行业 首站 京都 百度不差钱 尝试一个新行业 对他来说 就是九牛一毛 但如果尝试成功 那回报绝对是无穷的 说实话 Bad三家 现在谁看到拼团不觉得馋得慌 而外卖行业正是O2O领域的一个绝佳风口 本章完 第585章 外卖赛道战火四起 小说 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年末 小雪 万众巨大的商场里 正在做春节促销 配合拼团年货节的活动 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优惠 冲击销量 从腊月25开始 每天客流量就成倍翻升 而在这个时间段内 饿了不投放了大批的线下广告 以优越的配送速度 将快点餐挤兑的 开始站不住脚 此时 快点餐的中心 又从户上回到了京都 对百度糯米的外卖 进行了严防死守 而暗地里 更多的投资者 开始和这些外卖平台的创业者 进行了接触 打算加入这场战局 09年8月 阿里曾推出过一个网站 叫做口碑网 后来投资了拉手之后 口碑这个项目 就始终没再继续做 但这一次 马老板打算重启口碑网 和拼团一样 口碑网的属性 也是团购平台 运营模式 是通过团购冲击销量 给出大额优惠 让消费者拿到折扣 让商家薄利多销 不过他的业务面 要比拼团窄一些 而马老板重启口碑网这个举动 其实就是为 踏足外卖行业所做的准备 在口碑网重启的第三天 口碑外卖正式上线 虽然没大张旗鼓地打广告 招起手 但这个消息 仍旧给外卖行业 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另一边 百度也对诺米网 进行了架构重组 给了一大波的资金 据说 这波的架构重组之后 诺米网本来的团购业务 只留了一小部分人 毕竟在拼团的眼皮子底下 他们也没多少业务可以做 那么剩下的人呢 则全部被调配到了 外卖业务组 也就是说 百度虽然只是试试 但这个试试 也还很认真 而最惨那个 则是启示最快的快点餐 他们深入户上 却因为配送时效性太慢 而且预估配送时间不准确 业务陷入了瓶颈 而且 在砸过一圈广告和用户补贴之后 他们发现 因为体验感太差 积攒起来的用户 就迅速流失了 再加上百度在后方偷家 快点餐一时间傻了眼 又迅速地调动人手回去 稳住京都的业务 要让江秦评价的话 那就是 颇有随心团当年的风范 江秦 最近在做什么 名下好像多了两家公司 什么公司 一个是叫南叔的商业营销公司 一个是叫字节跳动的信息服务公司 外卖大战 又一次掀起了O2O领域的战火 所以 大厂对于拼团的动向格外关注 江秦这个人 玩布局玩得太深 他要是动起来还好说 大家还能知道他在做什么 但越是按兵不动 才越是让人心惊 总让人觉得 他在狗什么 毕竟从拼团的崛起到最后的获胜 期间每一个环节之中 江秦都埋下了堪比地雷爆炸一样的伏笔 所以 别看拼团到现在为止都没下场 但说不定 他已经把后面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好像一桌麻将刚刚开局 他就把牌偷好了 要一张一张的往外路 跟他做同领域的竞争 血压稍微高一点 你都顶不住 这个男输商业 营销公司是做什么的 应该是拼团之前的地推部 被拆分出来了 和咱们阿里的中工是一个性质 我愿意称之为难营 那字节跳动呢 它的属性是信息服务公司 主要业务应该是算法研究 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开发及应用 自打团购大战结束之后 各大网站养的第二批地推 又被裁掉了 毕竟连网站都要活不下去了 这种跑市场的基层部门 也没什么留着的必要了 拼团的地推部在当时 也传过一阵 要被解散的谣言什么的 搞得人人自危 但是随着每日特会的继续铺开 以及供应链的搭建 地推部又有了心事要忙 心中也稍微踏实了几分 还好 我还有用 暂时还不会被抛弃 但让这些地推没想到的是 江琴在拼团所有业务 趋近成熟之际 会直接带他们 成立了一家商业营销公司 甚至 有一些王者地推在这次的架构 调整中 直接混到了管理层的位置 剩下的星耀 钻石 薄金 也混成了内部的小领导 手下有无数的小弟 这些小弟 都是团购大战之后 又被裁掉的那些 在别人看来 用完就能丢的地推 落在江琴的眼睛里 都是灿然发光的宝贝 移动互联网商业才刚刚起步 未来会颠覆更多的传统行业 想要深入布局 拓宽生态链 强大的地推铁军 必然是一把快刀 这个概念是出自于实践的 因为拼团能够走到现在 这种地步 在一定程度上 也依赖了强大的地推 用江琴自己的说法就是 地推会武术 真的谁都挡不住 与此同时 在户上的一栋高端写字楼里 饿了不薪租的办公室 刚刚收拾好 正式投入使用 在张总看来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所以拿到投资的第一步 就是从初创的那个居民楼搬出去 换了个配得上身份的办公室 而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的员工 也增加到了136人 不过办公室是换了 但危机也随之而来了 毕竟阿里和百度先后下场 代表了这个赛道 将彻底进入白热化的竞争阶段 糯米外卖 现在已经把京都南部的业务区圈走了 目前正在向南继续推进 快点餐虽然发展得很快 但有点招架不住的感觉 毕竟是百度啊 口碑外卖也拿到了资金 他们后面 还有阿里强大的信息团队 而且 马首网虽然没了 但是原先的团队精英 应该都加入了口碑网 阿里也很凶啊 咱们怎么办 饿了不得总部办公室 随着讨论生的溅起 气氛稍稍开始显得凝重 大厂的影响力 毕竟还是有的 百度还好说 压迫感没那么强 但是阿里的压迫感 是真的强烈 尤其是马老板 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都很活跃 到处参加会议 接受采访 电视报纸 无处不在 他的演讲能力超群 鸡汤也是信手拈来 国内80%的年轻创业者 其实一直都是拿他当榜样的 你让他们去和榜样做竞争 心里发虚 是很正常的现象 不过张旭豪和陈嘉欣 倒是没有的那么紧张 他们最近一直 在和腾讯接触 只要能得到这家公司的资金供给 那么大厂 未必可怕 张旭豪有这种想法 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信 他本身就是富二代 人又比较年轻 像这种人 撞了南墙 都不一定会喊疼 他又怎么可能在 还没打起来的时候 觉得害怕 而陈嘉欣不紧张的原因更简单 他是真觉得 大厂并不可怕 因为 他见证过一个人 在大厂深入布局 不断围剿的情况下 迅速突围 并且反手就做的 所有人都不吱声的画面 各位不要紧张 继续日常工作就好了 线上订餐 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 经验比大厂更加丰富 而且 张总目前正在和腾讯接触 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口碑和糯米 现在连棋手都没招起 而我们的系统优化 已经做完了 派单效率更高 现在要打的 就是这个时间差 航城和精灵的业务区 已经建立起来了 接下来的目标城市 是江城和秦岛 乐乐布年中大会 张旭豪飞去了深城 整个会议都由陈嘉欣来主持 作为大众点评的市场大将 陈嘉欣掌握过千人团队 对饿了不这只百人团队 自然游刃有余 他们这个春节 不打算放假了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他们要打的 就是这个时间差 会议散场之后 陈嘉欣推开了天台的大门 走到冷风呼啸的阳台 点了根烟 眯起了眼睛 他知道 张旭豪这次 只要能拉来 腾讯的站台和投资 那么年后必能成事 以前在大众点评 做事的时候 他们是从上往下俯瞰的 大众是老牌的生活服务网站 又有金主爸爸 当初入场团购赛道的时候 真的有种 谁都看不上的感觉 但这一次 饿了不需要从下仰视 面对前郎后虎 却让他更有一种 热血沸腾的感觉 紫青 见到老板了吗 怎么谭总 新消息 阿里重启口碑网了 叶紫青愣了一下 就是当初那个没做起来 就暂停的团购网站 谭青点了点头 现在的口碑网 也推出了外卖业务 再加上糯米外卖 还有大众投资的饿了不 估计我们这次 又要和三家掐在一起了 正在此时 马玉宝从外面走来 谭总 老板在四楼 去四楼干什么了 开会发光的小火车 万众商城建成以后 江晴又在这里 狗了一层办公室 声称要和何一军 做一辈子的好邻居 所以 马玉宝说的四楼 就是万众商城的娱乐区 左边是游戏城 右边是儿童乐园 还有 KTV和各种体验店 江晴此时正开着小火车 带着一群小孩子 在商场转来转去 很快 一圈结束 怒赚了三十块钱 小朋友们纷纷下车 被自己的家长接走 妈妈 我还想再做一次 不许做了 回家做作业去 你得好好学习 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才 不然以后只能跟那个叔叔一样没用 干这种不体面的工作 江晴正插着手里的硬币呢 听到这句话 嘴都歪了 不过没等他开口 谭青就迎面来 把口碑的事情说了一下 马叔贼心不死啊 本地生活领域对他们来说确实很重要 安排地推步年后拉链 上上强度 业务要做 但是武功不能荒废了 家人们 求月票 月票这个东西千万不要砸啊 月初投票上榜 能为老错换来一个月的榜单曝光 但是攒到月底再投 就只能曝光一天半天 第二天就重置为零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or two or two or two 本章完 第586章 叫义父 还是叫说 小说 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新春临近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片张灯结彩 因为放假了 线下的实体门店迎来了营业高峰 而外卖市场的业务 则逐渐来到了低谷阶段 让各大平台 都有了一丝的喘息之机 借由这个机会 所有外卖平台都在尽力调整运营模式 优化自家的平台 饿了不得将剩下的资金 全部都投入到了其手端的APP开发当中 糯米外卖则迅速按照之前团购的路径 整理着目标名单 打算在开年之后先占下这四座城市 口碑外卖更牛 直接收购了夜宵APP 工作餐APP 算是变相地占下了两个城市 此时的快点餐 深陷泥涨 他发现给底星 签合同这个方式 在互联网行业根本玩不赚 骑手招募的效率太低 还有太多繁琐的签约事宜 需要人工操作 再加上配送费不高 根本没有优势 再加上糯米外卖就在隔壁 导致习中文每天都紧锁眉头 以前在京都做配送 就负责三个写字楼 那时候的日子挺快乐的 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快乐了 而此时 各大信息平台 还在不断地往火里添柴 据统计调查 配送原行业注册人数增至6万 大学生假期兼职送外卖 为自己缴纳学费 只需一台电动车 兼职骑手 近月入过万 行业不分高低贵贱 兼职骑手 成为打工热门 当一个行业 屡屡在新闻上不断营销 那就代表了这个行业的紧缺 而这些新闻 随着互联网的传播 转载 对于骑手行业的影响 开始不断增大 27岁的刘强 跟着邻居家的六个 在工地上打螺丝打了一年了 目前正等着老板发钱回家过年 工地现在已经停工了 但是这钱就是左等右等的等不来 刘强的心情也越发的急躁 六个 工钱下来了吗 这眼看都要过年了 没有钱怎么回家 没有 包工头说 工程款年前是下不来了 估计要拖到明年 怎么年年都这样 刘强郁闷的不行 六个叹了口气 强子 我已经打算好了 明年就不干了 不干怎么行 玩那么小 还得上学呢 我打算去送外卖 咱还年轻啊 没必要在工地上耗到死 六个抬起一只黑曲曲的手 将一张蓝色的宣传单 递给了刘强 上面写着 饿了不三个大字 只不过这传单带着脚印 看样是从地上捡的 刘强接过来 蹲在六个面前看了一眼 送外卖 还能月入过万 真的假的 月入过万有点悬 但负责交惯的老年 已经跑了三天了 赚了三百多块 六个站起身拍拍屁股 强子 别等了 收拾收拾东西 赶紧回家过年吧 玩都在家里等着呢 等明年回来 先把工资要回来 买个电动车 我带你去送外卖 腊月二十八 再大的鸟事 都比不上回家过年 返乡的浪潮 也达到了巅峰时期 江秦到郊区考察了一下 拼团供应链的对接仓库 又带着礼物 去看了叔叔婶婶 然后就返回了几周 没等歇歇的功夫 江秦就被袁友情 和冯南叔拽着 去了市区采买年货 还顺便去南亚村 赶了个年纪 南亚村就是江秦的姥姥家 腊月二十八的年纪 是最大的 规模都能赶得上庙会了 每年这个时候 都有各种人赶来凑热闹 连住在市区的也不例外 一进去之后 推自行车的 骑三轮车的 放眼望去都是 在黄土昂扬的路上 到处都是这个怎么卖啊 能不能便宜点的询问声 江秦在此时此刻的作用 就相当于一个人工货拉拉 逛了一圈 手里都满了 当然了 袁友情买的东西比较多 小富婆则负责到处瞎看 她今天穿着一件花棉袄 牛仔裤 搭配了一双小皮靴 经过每个摊位都要瞅一眼 连卖鱼的都没放过 眼睛眨呀眨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江秦直接找了个 村口的石墩子坐下 小富婆 你给我妈去逛吧 我歇歇 哦 给我买个糖炒栗子 我爱吃那个 知道了 冯楠淑答答答的 跑向袁友情 母女俩手牵手 朝着更热闹的地方走去 正在此时 江秦看到了 对面那个石墩子上 坐了个人 穿着黑色棉袄 戴着个黑色长方框的眼镜 脸上 写满了茫然无措 这人她去年见过 就是那个跟着女朋友 回村过年的女婿 此时的她 和去年来说 还是没有任何长进 除了发型变了一点 仍旧是一脸茫然的呆滞着 仿佛在说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很快 回村女婿也注意到了江秦 眼睛瞬间睁大 我记得你 你是江秦 我为自己代言那个 去年我就见过你 后来越琢磨越像 江秦提起手里的三个塑料袋 里面装着鸡鸭兔 你觉得江秦会干这种粗活吗 回村女婿愣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好像不会 没错 只有燕祖 才会干这样的粗活 正说话的功夫 对面忽然出现一个 穿青绿色羽绒服的女孩 对着她们这边一阵招手 女孩的身后 也跟着个妇女 从面相来看 应该是女孩的妈妈 此时 回村女婿的眼神瞬间就活了 立马站起身 踢着手里的塑料袋 颠颠地跑了过去 呸 没地位 江秦吐槽了一声 忽然发现 冯南叔也出现在桥头 踢着糖炒栗子 冲他挥手 江老板的眼神瞬间活了 捡起了放在地上的塑料袋 颠颠地跑了过去 刚才想买点猪油渣回去包饺子 南叔没吃过 那个张老五卖得太贵 你再跟我去一趟 我去做什么 袁友情压低声音 打配合呀 你就装馋嘴的小孩 非要吃 我没办法只能回去了 再讲讲试试 江秦嘴角一阵抽搐 看向冯南叔 让小富婆试试不就行了 不行 我不会骗人 冯南叔虎着个小脸说道 江秦看他一眼 不会骗人 只会骗我 我不是人吗 你是会爬树的大狗熊 然后江秦就被老妈拉去了张老五的摊位 加入母子砍价局 正巧这时候 徐玉那边的预算表出来了 发到了他的手机里 等待审批 拼团严选 拼团到店 每日特惠 拼团供应链 南叔商业营销 算法中心 金额都是几百万 上千万的 江秦一边陪着老妈砍价三块 一边审批这几千万的预算 觉得自己活得好分裂啊 最后 袁友情看砍掉了两块钱的架 成功买到了猪油渣 提着塑料袋往回走 妈 我每年赚这么多钱 给您的宁不花就算了 买菜的时候 出手大方一些不行吗 讲价是你妈我为数不多的爱好 江秦别了别嘴 把冯南叔的小手握住 走向村头停车的空地 然后刚上车 一只冰凉的小手就伸了过来 小夫婆包好了一个糖炒栗子 想要喂给她 江秦低头吃掉栗子 怎么小手冰冰凉 这个又没被你牵住 冯南叔坐在副驾驶 呢喃一句 然后又包了个栗子 递给了袁友情 今年的除夕 没有念酒和三十 第二天就直接到了除夕 老江家又是一堆亲戚上门 差点要踏破了门槛 甚至有很多人都是几十年没来往 这次慕名而来 要看看那位为自己代言的小子 江秦不堪其扰 再一次躲了出去 然后约上了杨树安和郭子航 去水吧打了几圈麻将 然后打着打着 江秦的手机就震动了一下 打开一看 是秦子昂发来的消息 今晚去放烟花吗 江秦愣了一下 就看到秦子昂又补了一句 书 以前过年 江秦从来不买烟花 凭自己的狗能力多次白嫖秦子昂 但没想到 秦子昂今晚特地发消息过来 请示了一下 事实上 秦子昂的老爹秦兄伟 年前没找到机会 请江秦吃饭 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就问秦子昂 江秦喜欢什么 饭可以不吃 但里总是要送的 如果不是江秦最后开的那个绿灯 冀州新城区的那个商场项目 可能就轮不到他们公司 这种最基本的礼尚往来 还是要有的 他喜欢钱 这还用你说 我更喜欢钱 但总不能送钱吧 送也不会收啊 秦子昂思索了半赏 那就没有了 不过他女朋友喜欢放烟花 你等着 我找人联系一车烟花过来 你邀请邀请 客气一点 哦 秦子昂扎扎嘴 看着老爹急哄哄地出了门 才拿出手机 点开了江秦的聊天框 今晚去放烟花吗 说 秦子昂发完最后一个书字 心说我这样应该够礼貌了吧 总不能像郭子昂那个不要脸的货一样 直接跪地喊一符 再说了 当初上学的时候 他和江秦的关系 也不怎么好的 但看着江秦迟迟没有回复 秦少爷犹豫了一下 伸手在聊天框 打出两个字 一符 不过就在这个两个字要发出去之前 江秦回复了一个去字 瞬间让秦少爷松了口气 快速地删掉了 一符 两个字 太好了 尊严保住了 求月票 老错顶不住了 家人们给点月票吧 我二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